登经 报告 小赵 阿姨 快来 快来 进来 喝点水 谢谢 阿姨 这是我给鸽子同志 写的信 我想请天邦总之这次去朝演出 把他给我带上去 他不去了 不过没关系 我让他让别人给你带过去 放心吧 怎么又不让天邦总之去了 不去了 昨天我们商量一宿 你瞧瞧我们家这情况 邵斌没了 他要是去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再没了 我们您俩怎么过呀 所以 不去了 今儿他就跟团里说去 阿姨 这个 这个恐怕不行吧 为什么 昨天我也去看过演出了 而且演出结束之后 我还留下来听了司令员的讲话 司令员还重点表扬了天邦总之呢 您 您可能不知道 快板出这种表演形式 是在前线非常受欢迎 而且天邦总之又是 我们前线战友最喜欢的演员 这次他又为复巢演出写了新段子 写得非常好 司令员都说了 文贡团谁都可以不去 唯独天邦总之不能不去 这军令如山倒啊 同志们 这次复巢演出 这次复巢演出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有家有任务的同志 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 如果有什么困难呢 需要组织解决 提出来 组织会全力帮助 谁睡觉呢 天邦总之 天邦总之 别闹 天邦总之开会呢 我要几点开会啊 哦 团长 先报告 报告 说 团长 我昨天夜里一宿没睡 为什么不睡 明明知道今天晚上还有演出 报告 我们宿舍几个人也没怎么睡 昨天晚上演出成功 受到了司令员首长的表扬 大伙都很兴奋 一会儿开完会 统统回去睡觉 是 算 好 我接着说啊 今天是最后的一场演出 大家要和平时演出一样 认识演出 不要松懈 复巢演出出发的时间 已经定下来了 二十六号 希望复巢的同志 做好准备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 带观众的演出 明天大家休息一天 也是给大家准备的时间 家里有困难的 及时向团里说 团里会统一考虑解决的 后天上午九点 在团里集合 记住九点 别迟到 儿童一 articles 房登 这个 Operator in the end 这谁叫它的孩子哭 哭成这样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啦啊 完整了都很轻麻烦了 睡睡啊 吠我的门呢呢 哟 是他家的孩子在哭 怎么能哭成这样 这孩子哭得不对呀 这孩子肯定有问题 下面请团长宣布 我团复朝人员名单 领队 宋玉娟 于志高 队员 罗世杰 郭翠华 周晓丽 赵小华 周玉琳 黄蓬勇 李志海 萧华 朱子忠 拱天鹏 拱天鹏不能去 团长 拱天鹏不能去 他肯定要去 他肯定不去 这事你说了不算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组织上什么决定也得跟我们家属商量商量吧 天鹏 拱天鹏 你说你去不去招钱 贺国玉同志 请你回去 我们正在开会 请你不要影响也不要干涉我们部队的工作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天鹏参加你们文工团了 什么都得听你们的吧 你们想让他去哪就去哪 想让他干嘛就干嘛 就不能问问我们家属的意见了 据我所知 拱天鹏同志不是你们家的人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征求你的意见 他怎么不是我们家的人啊 他是我们家徒弟 你们这种旧社会延续下来的关系 无论对组织还是对法律都是无效的 什么关系是有效的呀 直系签署关系 父母 配偶 子女 你是吗 我是配偶 你是他的配偶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他配偶为什么非得让你知道 据我所知拱天鹏婚姻一栏里添的是未婚 我们马上就结婚 拱天鹏同志是军人 他什么时候结婚跟谁结婚 那都对组织上批准 谁是组织啊 你吗 是你批吗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那好吧 你批吧 天鹏同志 请送你师娘回家 我告诉你宋团长 这你批我们也接 不批我们也接 我们接定了 天鹏同志服从命令 是 你说你跟不跟我接 师娘 你跟不跟我接 咱什么话回家说行 不说 就在这儿说 你告诉我接不接 我回家跟你说 不行 就在这儿当着所有人说 报告团长 外面有婚女的招护天鹏 说她们家孩子有危险 快 师娘 停滑 看愿夜明天 早ata 不要啊 照片 怎么让我闭开了呢 想了 想了 代价 想的 刚才你们不知道 那孩子哭的 那都不耍人 casi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从这么高的床上摔下来 孩子都这么想 对呀 你赶紧看看 有什么伤味有吗 有没有伤味就去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好 我们正好有车 对对对 那行 把小医院走 走走走 拿飞的 来 走 哎 什么名字 哎 罗队长 看你情绪不好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孩子检查了 不是都没事了吗 不是孩子 孩子没事了 那就是 大人的事 天王董事 我有个建议 你说 下个决心 从哪个家庭里找出来 跟他脱离关系 你说我要走了 他们祖孙俩 这是什么活啊 经济上该知识支持啊 其他方面 一道两断 陆队长 您还太年轻了 有些事 你不能理解 什么事我不能理解 您说说吧 贺贵玉的独生儿子没了 还有呢 那孩子的死亡 跟我有责任 哎 怎么说呢 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如果不出那馊主意 让他参加慰问团 他不至于死 真的 就是说 你对他的感情 除了感激 还有内疚 我真的不是您想的那个样子 那是哪样 你因此打算用自己一生的幸福 作为对他的回报和补偿 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我不明白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天国总之 咱们现在是一名军人了对吧 那就应该用军人的思想 去思考问题 去要求自己 不能继续纠缠在那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旧关系旧观念旧思想里 正是不对的 您戳完了吧 你怎么回来了 赶紧赶紧洗手 我再给你盛碗饭去 你别别别忙 我不吃 我晚上还有一场演出呢 等我演完了我回来一块吃 那你演完再回了吧 你这来来回回折腾什么呀 就回来看看吧 要是去朝鲜的事别跟我说啊 我不听 不是 是团联给我分了套房子 让我 不去 干吗呀 咱在这住得好好的 上团里住去干吗呀 闹哄哄的 我说也是 行 那你吃吃饭 我先上团里去 我早点化妆 我在后台默默词 我走了 我刚刚接到上集的通知 今天军区首长要陪省领导一起来看咱们的演出 今天也是出发前最后一场带观众的演出 所以你们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小罗 到 今天可不能出现舞场了 放心吧团长 人不到五点就来了 人不到五点就来了 待会儿刚到啊 她妆都已经换好了 第九个节目才是她 她现在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好 一点问题都不能出现 准备吧 加油啊 放心吧 队长 一条小路 曲曲弯弯西游场 一只红旺迷雾的远方 请你带领我把我的笑颜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参加被吻团也有危险 偏听张桂祥不就死了吗 我盯他盯得紧点 您放心 我保证让他全心全眼都给您回来 行吗 你有地方住 你能永远住在那个地方吗 我们家天风不能进了你们吻公团 你们想着他干嘛就干嘛 想着他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你上回就说不一定有事 我儿子呢 我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 最后你给我弄俩锦旗 变成墙上一张照片 唐恤 我的小路要跟着爱人到药 palabra面边前 每条节目快板书 孟天鹏 表演者 龚天鹏 各位朋友们 因为我老龚急着想 上来和大家伙见面 所以我这一 一着急和你们想见面 我就 家伙事我都没有带啊 我现在去取去啊 我先跟你们打个招呼 我现在去取去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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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今儿这是 怎么呛不声进屋啊 别提了 今儿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别提了 丢人了 我干了点丢人的事 丢大人 怎么了 我今天上台就忘带板了我 我以为怎么着 过来吃饭 这眼睛不知道啊 那我想要不想 全是人人的作法啊 那么哗哗哗鼓掌 欢迎我上来 结果我一上来 我空着手 我没带板 你看我这 这不丢人吧这是 行了行了 赶紧吃饭吧 我再给你我俩鸡蛋去 我不吃 我吃不下 你总不能连饭都不吃了呀 干吗呀 没事的 能把你怎么着啊 把你开除了 开除了更好 咱还不去朝鲜了呢 去朝鲜的事已经定了 后天就出发 吃饭吧 热火炸饭 给你我俩蛋去 天鹏 饭在锅里呢 孩子醒了想着给他喂奶啊 对了 奶粉在奶瓶里呢 冲上水就行了啊 那你当清早你干嘛去 早什么早 这都快中午了 我走了 你干嘛去啊 哎呀 我找那姓送的去 哎 喂 别去啊 怎么了 这影响可不好 有什么影响不好 我一老百姓 我有什么可影响不好的 他总不能 让我连老百姓都不能当了吧 连老百姓都给我撤了 不是 哎 这里边不是夹着我呢吗 要不这 那就给你也撤了 咱一块儿当老百姓 挺好 不是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啊 哎呀 没那么复杂 哎 哎呀 你那添乱呢 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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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哎呀 你这这不添乱呢 你看 等着 这 等着吧 别哭了 啊 我穿了衣服来帮你啊 团长 那个 那贺国玉来了 你赶紧 赶紧 你撤 我掩护 快快快 大嫂 您来了 那个 忙一下 大嫂 小罗 给大嫂当个椅子 啊 不是的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大嫂 你是想说 龚天鹏上前线的事吧 这事已经 我没想要说这事 我想要说 我们家天鹏 不当着兵了 什么 他要退伍 对 退伍 退伍 这么大的事 你让他来跟我说 啊 我就是他让我来说的 啊 对 他自己为什么不担 他 他 他好面子啊 不好意思 我说他了 我说这么大事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啊 团长 我不相信这是天鹏同志的意思 小罗队长 我这儿正跟宋团长谈话呢 团长 天鹏同志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了解他 你了解他 你是他什么人呢 你了解他 我 大嫂 你先回去 退伍这么大的事 我们商量商量再说 怎么商量啊 到时候商量来商量去 老不给信 他可就得跟着你们走啊 请你转告拱天鹏 让他通过正当手续来办 什么叫正当手续啊 至少打一个书面报告 打了你就批吗 那不行 我们还得再研究一下 这 只要他敢打 我就敢批 那你说了可得算数 行 打报告退伍 赶紧的 不行 董月 怎么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那兴术都说了 只要你打他就批 这事你不能赌气 这事可万万不能干啊 为什么不能干啊 怎么不能干啊 你 你想想 你为了不上前线 你打报告退伍 这这这就跟那林阵脱逃 一回事你知道吗 林阵脱逃就林阵脱逃 怎么了 他还能把你杀了呀 那这不杀也差不多呀 我跟你说 有了林阵脱逃这个污点 从此以后我 还有这个家 那就枉想翻身了 不是你说 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兵啊 就说为咱没地位 人瞧不起咱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 你说一个家里头 要有人在 掌天下的共产党的队伍里干 那这个家的门面 不就撑起来了吗 就算你不在乎这个 那咱不还有治疆了吗 咱得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啊 那 照你那意思说 你说你当兵是为了我呢 那你说我当兵干吗呀 钱钱挣得不多 我现在还没自由 而上哪儿还都在请假 你为这家 付出太多了 小龙 你去他们家主动招肱坑坑坑 在他把报告写出来之前可能 总而言之 他要是真的把报告写出来 交上了 我们被动 太被动了 你去吧 你去吧 天鹏 好 我愿意过来吧 你来这儿 我跟你说几句话 什么事 昨儿这事啊 我想了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拦着你走 你现在是部队上的人 有组织了 这当兵哪能说当兵就当兵 说退伍就退伍 那人部队上 人家还怎么领导啊 可不是吗 所以我想 该走你就踏踏实实走吧 那我走了以后 家里要有什么事 你就去找团呗 你去找团呗啊 可能吗 我干嘛找你们团啊 我跟你们团是什么关系啊 人家凭什么管我呀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不是都 都认了吗 你不是当着我们团 那么多人面 说你是我的配偶吗 龚天鹏 我说是你配偶 就是你配偶啊 我说了算吗 不是 那 那你什么意思啊 结婚 咱们结婚吧 你终于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 当然得结婚了 我早就想好了 我从朝鲜回来 我要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咱俩 我从朝鲜回来 走之前就办 走之前哪 走之前哪 那怕来不及了 那有什么来不及的 想办就来得及 我们明天快就要走了 那也得办 那也得办 咱们不及了一两天 行吗 咱们不及了一两天 我一个月就回来了 要回不来呢 天鹏 咱俩只有结了婚 我才能名正言顺地 做你的女人 即便你回不来 我也会为你 说话一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罗队长 太巧了 这是我的报告 龚天鹏同志 到 我以移民老兵的身份提醒你 这可是大事 对 是大事 终身大事 你太草率了 没有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你 办这件事这么认真过 你听着 我可以不跟领导 不跟任何人说 咱们就当这件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是 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那 那好 那我 我找团长去 团里没人 政委开会去了 团长回家收拾东西了 那 那我上他们家找他去 龚天鹏同志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行为 是什么行为 临阵脱逃 不是 这怎么回事 这这 我 我不 我不明白啊 罗队长 我怎么结个婚 又成临阵脱逃了他 什么 你 你要结婚 您 是 我是想 去朝鲜之前 把婚结了 这是他同意你复朝的条件吧 嗯 你们俩不合适 龚天鹏同志 且不说年龄 就说关系 你们俩可是一直以师徒相称 那是一种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不是 您让我一直说 要打破这种 旧时候遗留下来的这种旧关系吗 再说了 谁说这个 师徒他就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还 就算他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那只要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那这事跟他跟别人没关系啊 你说是不是 出发前就结婚 你不觉得时间上太仓促了吗 是 是仓促 但是其他事我就不办了 我先登个季 回来我再把这事办了 就这么急不可耐了 是 是 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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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呢 你是一个大男人 难道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吗 有啊 我反正我这么想的 反正是早晚都得办 早办不入 我就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反正为什么反正是早晚的事 啊 是 婚姻需要爱情 你对他的感情是感激 是怜悯 是内疚 是同情 独独不是爱情 我觉得是 你以为是 是什么 就是 就是罗队长你说那个 我说不出口 扎嘴 就就是 你以为是 其实根本不是 因为你 根本就不懂了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哎 罗队长呢 我报告 放心 你的报告我会马上交给团里 我不懂爱情 我用你什么意思 婚姻 回来了 回来了 交上去没有 交上去了 你觉得 能批吗 肯定能啊 你想 你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咱俩符合这条件 你还是烈士的母亲 肯定能 我就是担心那宋团长 万一他找个借口 给咱拖着 耗着 咱可就来不及了 我 我当着那么多人面 让他下不来台过 这事一码归一码啊 你别担心 我们那宋团长啊 那是挺大度鱼女人的 行 我洗衣上去 哎 他要结婚 这哪来得及啊 那就不批 不批恐怕不行 为什么 无论是婚姻法 还是部队规定 他们都合乎条件 还是得批 团长 团长 我的意见是 不批 小罗 龚天鹏是个好同志 他也有发展有前途 人也后的 团长 我罗世杰是那种人吗 如果他们俩真心相爱 我就是再有想法 我一会默默地站在一边 祝他们俩幸福 但是我真的觉得 他们俩的感情不是爱情 因为他们俩之间 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爱情 你想想 他们俩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差距 一个是表演艺术家 一个是家庭主妇 一个是从未结果婚的青年男子 一个是有过孩子的寡妇 更重要的是 这个寡妇比她大五岁 而且还是她的师娘 她们俩之间没有一点共同点 没有共同点 就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共同语言 就不可能有长久的婚姻 恩格斯都说过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龚天鹏同志现在是出于感激 是当局者迷 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不能看着她的往 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 走进去走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认为 现在不让他们俩结婚 他们可能会痛苦一阵子 如果让他们俩结了婚 他们会痛苦一辈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龚天鹏 到底是怎么想的 小龙 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也许都对 可以说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但是 但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管理范围啊 我不这样认为 龚天鹏同志是人才 是团里的台柱子 是军队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为他负责就是为团的建设 为部队负责 这是我们的管理范围啊 团长 我承认我对龚天鹏同志有好感 对他有好感的不止一个 团里有不少女同志也跟我一样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绝对是出于攻心 团长 如果你实在还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 我以我的党性向总之上保证 不管现在还是将来直到永远 我罗世杰 绝不同龚天鹏发生同志以外的任何关系 小罗小罗啊 你看我说什么了吗 我组织上还能不相信你吗 我刚才也说了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快坐下坐下 你也知道 感情上的事 是一个怨打一个怨癌的事 但是龚天鹏不是老百姓 如果一个军队干部的婚姻感情处理不好 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 你去把郑伟叫来 咱们一块分析分析上来上来 快去 嗯 你说咱还借得成吗 能呢 真行啊 能吧 这都三点了 就是他们给咱盖上张 可能登记处理得下班了 真是 不行 咱不能这么等着 我得去找他你 郑伟 你到底什么意见 让我再想想 没时间了 他们要在走之前结婚 我们如果不拿出一个意见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龚天鹏复巢 我也想得真是这事 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紧这些婚 非得要在龚天鹏走之前紧 你说 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那不会过 如果他们要是出现问题早就出现了 就不会等到现在 虽说这两个人有些毛病 一个有些坡 一个有些滑 但是在生活作用方面 我敢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样的曲与世家 讲究的 就是三纲五常的老人 那你说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结婚呢 哎呀 我们再想想吧 走 走 各位领导 走走走走走走 谢谢 各位领导 研究处结果来没有 走走走走走 这个 这个婚姻登记处说话就下班了呀 天鹏同志 即便我们是批 这事是不是急了点 应该给我们组织一个考虑的时间 哎呀 郑伟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 这婚姻是大事 一定要谨慎 不能太过草率 草率 草率 哪方面草率啊 时间上 还是说 我跟贺国瑜结婚草率 时间上是一方面 但不是主要方面 那主要方面就是贺国瑜了 天鹏同志 我们是为你负责 不是 罗队长 您为我负责 您这什么意思 您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行吗 天鹏同志 我们都认为 贺国瑜不适合你 不适合我 对 哪方面 年龄 身份 地位 哪 哪方面不适合我 他觉悟太低 不配做军人的家属 政委 您说贺国瑜不配做军人的家属 要我说 他要是不配做军人的家属 那就没人配做军人的家属 他唯一的儿子在朝鲜前前牺牲 现在他还支持我再次复朝 您说这是什么精神 他宁肯一个人在家里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他这是什么觉悟 就这种觉悟 不配做军人的家属吗 你快坐坐坐坐 你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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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坐坐坐 那个 政委 我说一下我个人意见 天鹏同志 我们不是不同意你跟贺国瑜同志的结合 我们只是说你在出发前结婚 时间上确实不允许 您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出发前跟我结婚吗 为什么 贺国瑜跟我说 他做好了我回不来的思想准备 他说他要做我的人 如果我这一次去朝鲜 我回不来了 他就做不成我的人 罗队长 你跟我说我跟贺国瑜的感情不是爱情 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就他这种感情 就是我死了他也要做我的人的这种感情 我觉得我跟他结婚够用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同意 贺国瑜 贺国瑜 快趟趟趟趟趟趟 怎么了 团里一个咱俩结婚抱抱着走 咱俩上正库 上正库登记去 可还二十分钟就下班了 你先听听我抱孩子去 你快过来啊 你可快点啊 我先去啊 快点啊 快点快点 同志 你是吗 同志 我们到民政局来登记结婚的组织批准了 你下班了 明天再来吧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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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呢 这么着 你在这儿等着抱着孩子 嗯 我上团里去 我走组织给想想办法 行 你等着我啊 我去 快点回来 我知道 突然是 哦 掉人 久不在百米 是啊 感谢观看